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像一阳千玺这种,转型后获奖的,就爱更加,是,少之又少了。 更多的爱豆,还是会被吐槽的,比如居静一,自从丹飞开始演戏后,就一直是大家争议的对象。 其实从某方面来看,居静一,还是挺厉害的。 他的古装扮相,真的很好看,因此居静一这两年,演了很多的古装剧, 比如芸汐传漂亮书生,星白娘子传奇,如意芳飞等等。 他最初视频界,芸汐传吸引了很多粉丝。 在这部剧里居静一,不仅是扮相好看,演技也挺不错的。 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,对居静一还是有好感的。 居静一又两部新剧,来袭唯一不好的就是他,总是拍同类型的古装剧。 因此观众们,都审美疲劳了,因此居静一,现在在选剧方面,也有了些改变。 现在的居静一,还有两部电视9,不得不说,他的资源,是真的很不错。 看来我们很快也要,被他把罢评了。 居静一的其中一部新剧,是个现代剧,满月之下,请相爱。 这部剧已经在前不久,宣布杀青了,官方也放出了很多的新剧照。 这部剧,还是挺值得期待的,因为剧情方面,真的挺有趣的呢。 该剧讲述了女主雷初夏,因为超级月亮,导致自己失忆,并穿越到了男主徐晓东的手机里。 从而开启一段奇幻的旅程,这是居静一的第一部现代剧。 他在这部剧中的扮相,也挺好看的。 该剧的男主,是郑叶成饰演。 郑叶成是这两年,发展得很好的,一位年轻演员。 他绝对是为颜值和演技,都很不错的年轻演员。 郑叶成,在《微微一笑很清诚》,《鹤丽华亭三千压沙》,《离人心上》等剧中,都有不错的表现。 从官方公布的剧照来看,他们同框的画面,确实是挺有CP感的。 合作的都是,高颜值男神居景一,还有一部带播剧是古装剧,《慕南志》。 该剧改编自知之的,同名言情小说,原作是个,人气很高的小说。 因此这部剧的热度,自然也是非常高的。 该剧讲述了迦南郡主江宝宁,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,一步步平衡各方势力。 与靖君世卫出身的李谦,相识相爱,二人历经磨难,跨越身份差异的阻碍,最终收获,幸福的故事。 慕南志的男主,是由曾顺兮,是饰演的。 今年,曾顺兮,还挺火的,他前段时间出演的,终极笔记可是圈粉无数呢。 曾顺兮,虽然还是一位新人,演过的剧,不算很多。 但他的颜值,是真的很高,而且每次的新剧,也都有进步。 他还演过,倚天屠龙记,和天际等剧。 不得不说,这两人搭档起来,颜值也太高了吧。 妆容变化不怎么大其实,慕南志,满月之下《请相爱》这两部剧的配置,都挺不错的。 不过小编却发现,居静一的妆容变化,却依旧不怎么大。 他最经典的妆容,就是桃花妆,浓密的野生眉毛,和大面积的红色眼影,非常的有特色。 而且也非常的好看。 不过居静一这两年里,不管演什么电视剧,都是用同一套妆容。 因此才会被大家吐槽。 他在这两部新剧中的妆容,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了。 但是和桃花妆,还是非常相似,只是眼影,没有浓重了。 变化比较大的就是,剧中的衣服造型,和以前都有了不同的感觉。 好歹不会,让人觉得串戏了。 并不说,居静一的桃花妆不好看。 不过还是希望居静一,可以多尝试下其他的妆容。 这样对以后的发展,也是好的。 不知道大家对此,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评论,发表自己的看法。 和小编一起讨论哦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